差点圆了 这个动静 几分钟 我一看到 我就知道了以后取名字千万不要取自己名字 要把自己的名字要抽一辈子的 是的 聪明的人都取iPhone iPad Apple Google 如果要取了奔驰的名字 如果取了 德拉斯小牛就不错 这里就取得很 这个要了 要不不会 网线差了吗 不够长 你别注意 这边绳不够长 先生 你让我往进去 我以后我那根线是从那拉过来拉过来的 你别坠了你 你别把我系网线给我遮坏了 你这网线已经是坏了 不是网线是你机器的问题 哦 就这个东西 SATA3NONE 这是什么东西 别紧张 我什么线我往插上去 这网线真不够长 对这话 还够 resources ים n er 7 et 他 issa ot here 下面 ε 丢了 隔几个小时让我关机机 这没有这种说法的 你就想关机就关机 你不想关机就别关机 我弟弟也这样说 我弟弟说他那朋友是组装机 一个学期也就是9月份到12月份 2月份 你别紧张 让我也紧张啊 我紧张到现在 什么结果呀 这启动机器够慢的 要 这启动机器慢不是硬件问题 是你的软件问题 是你的软件问题 所以我还是跟你说 不一样 我有时候启动要5分钟 有时候启动今天刚才1分钟44秒 那你说要是软件问题 怎么能在他的机器上就1分44秒 在我的机器上有时候就1分钟 2分钟 5分钟 你可以打电话问微软 让他们回答你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东西绝对不是硬件的问题 不是 不是 我总觉得 别打开我给不要该死 哎该死 你知道我现在为什么该怎么办 啊 又是这个问题啊 为什么小张 看到吗 这还是有这个大差 根本就是你系统的问题 重新装系统 我会让大家做个记录的 嗯 啊 啊 到新装系统的时候这个大差没有了 软件的这问题也就没有了啊 嗯 那我现在打电话说 故障依旧是 嗯 我不用打电话 我直接跟他们汇报一下 换我 你这个纽红电池报说这问题解决 就刚才嘟嘟一 7天4天后 你解决了 硬件问题彻底解决了 软件问题 你刚才主板 我没有标给你换 反正我鼓左 就换了已经换了 现在主板换好之后 还是有大差 就说明你这个两块主板 不可能有同一个故障的 嗯 就是概率 呃 如果同一个故障的话 你会直接心脏调掉去了 你就可以 那个逃离现在的途径 那你以前遇到我这种问题了吗 不可能 以前有这个问题 换我主板就好 但是你 我昨天就确定你这个那样 不是另一件问题 因为插上去这两个灯是亮的 嗯 就说明你的网线机能接收信号 只不过你的系统问题 可能 那些原因 不能让你这个大差那个 然后现在是我自己要装 什么东西 操作系统 或者让你的朋友把你装一下 或者让你弟弟叫你怎么装一下 问题是我现在连不两线 也只有电话 我自己导过 我只有导过 你有说明书说明书里面 会照你怎么装事情 行 就这个操作系统 装这一个就OK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两样东西 都要自己装 都要自己装 它会格式化你的地盘 嗯 最好会 可能会坏 我建议你把你的盘都重移格式化一下 所以我建议你把你重要的资料备份一下 啥叫备份 先生你能现在教我备份吗 复制 复制 加粘贴 放在你的移动储存设备上 我没有移动储存设备 怎么办 我没有就是外接的移动储存设备 怎么办 我只有地盘 地盘 就是地盘 是移动储存的 那是硬盘 不是移动储存的 那啥叫移动储存呢 就是可以放在手上随便走的 那我没有 移动硬盘呢 移动硬盘呢 你上面的SD卡等等都可以 你自己的重要资料有多少大 多大的 你不知道 250GB 248GB 电影和音乐 就这两样 这些东西可以通过其他网络图形下来的到的 这东西不是最重要的 你的自己的工作文档 你的照片在这些最重要的 这些东西估计不会超过一GB 我相信 懂吗 懂 你得把这些东西 问你的室友借一下 考虑他们的 好 我懂了 OK了 就这样吧 你给我这笔我填上来就行了 我终于可以走了 谢谢 那后面有笔的吗 你咋没带笔呢 我还不带的 你一般时候你家都有 我在床上呢 我在那本书里呢 当然这个问题的话 你别以为外国比中国好 外国人吃好咖喱之后 不是的 不是一个问题 不是一个问题 那你那天 你昨天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说你别重装系统 你等我换了主板 你再重装系统 我换了主板了呀 问题是 你昨天应该让我先换主板 应该先让我重装一下系统 说不定那样的话就好了 就不用换主板了 这种问题我是为你考虑 哦 如果我换了主板之后 这问题可以解决的话 你根本就不需要重装系统 备份数据等等这些事情 现在我做了 已经100%确认了 是软件问题 这样的话你才能做 如果做了 但是还没问题的话 还要换主板 你不耽误你事情吗 对吗 没有错吧 换主板好还是不好 我总感觉大换了血不好 就比如说你自己心脏 我给你换别人心脏 那么脏的一块主板 跟你换那么干净的主板 有什么不好的呢 可是我跟你说一句话 80年代的东西 可以用10年 2010年的东西之后 只能用半个月 这两个东西都是2010年的东西 你放心吧 哦是这样的东西啊 我总觉得最新产的东西 中国人就不换包 只希望他用上一两年 一年都不到 然后就要换新的 嗯 200年的时候的人 我还希望一个东西 能用七八年的 挺靠谱的 挺实在的 所以德国人的东西都说 我们东西能用50年 你们中国东西最多怎么才能用两三年呢 这么靠谱 这么中用 感觉就是一次性的东西 德国人这样说的 德国人的老板 跟德国人在一起 德国人每次说你们中国人的东西 就是一次性的嘛 就是不环保 主要是 not green 吹你的 姐你放过我了 我 我再不想见你咯 你也很烦的 其实我的心情跟你一样 其实有的就是 我在家一直没能跟我说话 我也找得说话 我跟周恩说话 我跟小米说话 你现在终于是 你活了 你跟我说话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错 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 错 我天天有防卫 师傅 跑步 篮球的朋友 男性女性 是跑步的摄友 我不缺你这一个人啊 我网络上的 美国人 俄罗斯人 新加坡人 昨天还碰见了一个 阿根廷人呢 我没时间跟你溜口子 我只能让你解决我问题 我也不想再见到你半年了 你又再让我烦死你掉了 别紧张 真的没紧张 我很紧张 我已经1月1号跟你见四面 今天7月5号又要见四面 现在我活了 连时间都不知道了 然后就让我费我三天时间 已经24小时见你两次了 你要烦死我 你以为你是谁呀 太多话 真太多话 我要重装系统 是谁呀 对 什么 你 的